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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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其余四人终生都是贾杰 仅此一将 于尽权力最大 就贾杰热来说 根据史料记载 武将贾杰热的话 他在战时状态就不必做请示 又会报 可以直接斩杀自己军中触犯军令的士族 就贾杰热的武将 无疑是皇帝和君主非常信任的武将才拥有的权力 比如在蜀汉武虎上将中 深受刘被信任的关羽也拥有 贾杰热的权力 不过 对于深受曹操信任的于尽 却让曹操失望了 更让自己晚节不保 三根据三国志等史料的记载 戒然二十四年 二百一十九年 关羽为公襄阳 樊城 于晋都领西军 去樊城救援曹仁 在相反之战中 关羽率领的荆州大军气势正盛 导致曹仁等人只能勉强防守 所以 曹操派遣于晋等将领去支援曹仁 不过 因为当时政府在秋季 所以 关羽利用秋雨过多的气候特点 通过水淹的手段 以此淹没了于晋 庞德等人率领的大军 不过 在此战中 庞德面对关羽却宁死不屈 战斗到底 与此相对应的是 于晋却率领曹军归降了关羽 并被关羽关押在荆州江陵 对于于晋的投降 曹操是难以置信 四岁后 在曹操看来 于晋跟随自己几十年了 怎么在面临险境的时候 反而不如半路跟随自己的庞德呢 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吕蒙偷袭荆州 在关羽兵 败卖城后 于晋又流落到了东吴 在一番颠沛流离后 黄书二年 二百二十一年 孙权显于晋回魏国 在于晋回到曹魏后 曹操已经去世了 而即位称帝的曹丕 显然不会像曹操一样 善拜于晋之魏将将 于是 魏文帝曹丕一边对于晋表示安慰 另一边却通过手段来羞辱于晋 最终 于晋在羞愧中郁郁而终 可谓非常凄凉 总的来说 在曹魏的吴子两将中 于晋因为归强关羽 所以晚节不保 也落下了一个凄凉的结局 对此 你怎么看呢? 文秦怀历史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秦怀历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里面